香港政壇风云主持,塔哥,SOH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政壇风云 这个都是政壇风云,算是外转 其实我本来打算做,我说有本纪有世家有列转 那现在是什么? 我说列转就是议员,政党就是世家 那现在是什么? 其实还有的,因为除了有议员列转 还有刺客列转,什么恶利列转,贪官污吏 他也可以是贪官污吏之一,或者是浩利列转 我昨天在录了一个直播 那我就在想,其实我们也算是 怎样说呢? 跟刘世良的恩怨都要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算是最早被恐吓 被恐吓收律师信 为要收刘世良的律师信 其实不关我两个事 其实也不关我,我昨天真的不断想 是因为林康正了 我忘记了什么事,你记得吗? 好像类似是有个帮抗永圈打工的人走了 那其中当然是说抗永圈的态度不好 类似这些东西 是吗?竟然是这样 类似是这样的,很小事而已 跟着林康正说,我们是计刑债的东西 是呀,那结果就 他说什么呢?他就是说这件事而已 类似而已 跟着不是,其实最主要呢 整件事,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要认识认识,有两件事 第一,就是全香港第一个 被刘世良用律师信恐吓的 团体的组合 组合就是当年的爆破地獄 那当时呢? 你反而告诉我,我才知道 原来就是因为有个人走了 跟着就可能和林康正信之旅 类似的 跟着就是刘世良 就跟彭志明 就跟林康正说 喂,你们那边有些心理准备 可能会收律师信的 是呀,那样说话就瘋了 跟着我们就特意做一集节目 有些什么说错,我们就公开道歉 但是你告我们,我们也是有心理准备 没问题 那你可以再看回 你找回那集 我完全忘记了 最终我们觉得你告,那没有爆破 那你就告诉我,有什么说错 那我觉得我们没错 之类 但是很好笑 之后呢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五六月的 跟着就是书战 然后书战呢 林康正见到刘世良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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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有几个律师信的吗 跟着是朋友了 跟着第二样认识 不是先认识 因为跟着太多话说 第二样认识认识 就是谢伟俊 这个 不是,我今天搭车 其实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 因为之前谢伟俊和李家超斗嘴 李家超说他令我想起黑暴 冤队抗 那时候 其实我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听 就是黄丝想的 我也是听蕭先生的 我也是 然后蕭先生就说 哇,謝伟俊竟然敢说话 他为什么不相信 不是啊 我想说蕭先生 他为什么国安不拘捕他 就是基本上 现在香港 有任何人说话是批评政府 他都说为什么不拘捕他 为什么不拘捕他 他最喜欢 或者是黄丝说 为什么国安不拘捕他 但是他就说 哇,你这样说话 下届就没办法做 其实那一刻他已经这么说 那今天因为就是 謝伟俊上了江明顶 那屌你老命 就是那些人都反过来说 他们说 因为謝伟俊上了江明顶 所以下届就没议员做了 屌你当然反过来 因为下届就没做 所以才这样说话 甚至之前串交的李家超也是 喂,你真是当人傻的 哎呀,不小心说错话 哎呀,搞到下届就没做议员 喂,屌你当然计算过 才会说这些东西出来的 但是其实呢 我们认识不气的地方 就是我们去年做政坛风云的时候 就已经说了謝伟俊了 是啊 是啊 我们当时已经预计 他是 都是没得了 不,其实他和这个政府搞对抗 我不知道是软对抗 还是硬对抗 喂,是由这一届立法会 开始已经是这样 你想不想找回他的发言 每一句都是睹眼睹鼻的 是啊 他就是告诉你 我就是摆明不耐妥你的新议会 我就是要将一些 就是他两个人的不屑 第一个人当然不屑 就是觉得李家超的施政能力不高 所以就要批评 从政经验不足 第二个人我不害怕 我们为什么要学黄尸狗 那些黄尸狗 那些黄尸狗经常都说 不要这样说了 这样说的国安法 这么害怕 不要做时事评论 第二个人是什么呢 然后这班人是可以跟我一样叫做立法会议员 是啊 那这两个人我觉得 令到他就是意兴难生 然后觉得反正我下届都不做 那我们就句句都顶心忏 那你做得这件事 就当然是预设下届没能做 我们是年多前已经预测这件事 所以是 这个真的一定要认屎认屁 其实我们不单是邪慧俊 我们已经预测了几个议员下届都不能做 不过你们就听回这个 听收备板 听不听一个议员列转 可以听我这里或者听塔哥那边 是啊 那到他真的没得做 我们又出现形屎认屁 又出现形屎认屁 你是不是贴回来给他看 我一早就说了一下 邪慧俊是没得做的 另外一个 很快你们就知道谁没得做的 不过我们下次 到他公开的时候我们再说 我们再形屎认屁 是啊 那接着 那接着 邪慧俊的谈言议之后 我们都要讲刘世良 今天这个是我们还要讲的 其实我很意外的 因为呢 其实这个节 就是说回我自己 你先骂我先 不是不是我不是骂你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你是很 就是我的做节目的风格就是 喂 我不是所有东西都收在收费节目 那你们要听就给钱 你不喜欢就没所谓 那你是会面向公众的 是啊 那一个这么大单 其实不止一次的 你想想一下吧 每次有些很大单的 当然有些东西是搭配的 是 但通常跟政治无关 比如蔡天府案 那你不是搭配得很紧 是啊 但其实这单都是跟政治无关的 很厉害的 但是 我是不明白 为什么 四月二十几日发生这件事 是 接着去到现在五月十三日 你都竟然是没有做过任何一个直播 是说这件事 是说这件事 这个就是我都觉得有些失算的 第一天爆发出来 其实我想看 因为我是有些怎么说呢 第一天我看完之后 我是有些犹疑的 是 因为 即是你怕可能刘世霖是无辜的 不是 因为我是在想到版权的问题 因为最初开头说 版权是属于哪个 是属于乔叔 还是属于蓝祖的 那一刻我是有点犹疑的 就是我觉得 咦 是啊 他竟然在他那里打工 那时候我不知道 原来他还有 extra的照片 在USB 如果他的照片是问了蓝祖 那问题是不是这么严重呢 而且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出版呢 一向都是多是非的 诶 有些什么是非 你听过 摄影那些摄影 我也是近一两年 你知我玩一些摄影的东西 那其实摄影里面 很多是非的 他里面的争论 不让政治圈少 我后来才知道 譬如今次有一个摄影的前辈 叫伍sir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那伍sir 那伍sir呢 伍真荣 伍真荣 他其实他自己都有听政治的 一向都 那他后来 都不要说了 什么搞移民的东西 找我问的东西 但他其实他自己在摄影界里面 他经常被人攻击 是的 我知道 他自己都是一个 很多hater 他是做出版的 其实我以前已经听过他说 就是那些照片的版权 那些东西 其实以前 就 或者简单地说 如果老闆不去追究你 基本上大家就相当无事 但是如果有 没有呢 那其实在 他 譬如有些 以前90年代 那时 那些娱乐记者 他拍了很多明星相 然后他就把部分的明星相 卖了出去 这个 这个 信我 那些 那些地方 那他会找外快的 那如果你没事 就没事的 老闆都知道 赞开赞赞赞 但是如果他觉得你 不信眼或者什么 那他就问你 你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有没有什么 其实很复杂的 那所以呢 我初来就想 喂 刘西良 拿到那些照片的版权 怎样都有一些理由 是的 是有些理由的 那我就是因为这个hesitate 那接着就遇到另一样 因为我工作那里 又开始忙了 那 别人就miss了 到后来 我知道这件事 在这个星期 发生得很快 那所以这个 真的不合格的 事事评论 不是啊 我首先回应两样东西 第一样 其实一开始 是完全没有法律的stand point 是的 我们最主要打的那样东西 当然不可以打 最主要是评论的角度 就是 喂 那你法律適合了 我觉得到今时今日 他都不会有什么法律的 是的 但我明白就是 人情问题 喂 老人家搞到 会在桑礼里的女儿 这样去说 喂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 面对这件事啊 喂 而且说的人 不是只是她的女儿 是的 有很多很得高望重的人 是在后面 支持她的 那你可以数 你想想 大舅啊 刘慧卿啊 那些又出声吗 我今天才给这两个人看到 你是一个网论 你真是不太急事 我看完她喜欢的那些人 和分享的那些人 陳清华 全部都是那些 有份量的老黄丝 明白明白 那两件事就是 喂 那有个人支持 那证明陈文文不是 陈丽娟不是 就是Therisa 不是纯粹是什么 一面之前 那另外就是 那是个人情的问题 其实最初不是说法律方面 是的 那第一个转折位在哪里呢 就是4月28日 她拍了一条8分多钟的片 所谓解释那条片 那其实为什么这件事 这么严重呢 是因为twist了两次 在4月28日 你记不记得那条片给我说什么 他是不是说 他已经拿了蓝组的手机 这个是第一样 他就展示了那些合约出来 其实这个是没意思的 因为我一早知道他有蓝组合约 但是你展示了出来 那你是香港人的法治人 对呀 喂有一定合约 那就是没问题 那第二样是什么呢 他又展示了一些 这个的陈翘和那些网友 查序的合照 那他又拿了那些新版的书 给陈翘签的 又有合照的 那我就看不到有 刘世良和陈翘合照 其实如果有应该是会展示出来的 那其实这个都已经有点景色 你有什么理由有个查序 你刘世良不回答 你又出本书了 你又不回答陈翘呢 原来那本书不是那本书来的 我觉得陈翘知道是那本书的 因为是黑色的 因为旧版是白色的 书面 新版是黑色的 但anyway 他最强的地方就是 你有签了那本书 有网友跟你拿着新书合照 那你说什么东西 再加上就是WhatsApp 有些截图 其实我和记协都夹好了 又约好了 跟记协谈那些版权 又打算卖完那本书 搞摄影展 全部有事 那你怎能说我 我其实完全没有和陈翘有交集呢 而且我最后都被一件事迷惑了 就是 为什么这么久以来都不出声呢 这件事不是这一两年发生的 这个我觉得完全不明白 为什么你不想明白 你想想老少 我当时就是想不明白 一个长者的心情 他想想你自己 你不明白 你多久之后才看老少开炮 都隔了破亂 当然我觉得老少好有问题 但我为什么隔了这么久 我是去到2019年才正式向老少开炮 2016年老少已经接了人网 这三年我们就狠狠狠觉得 哎哎哎哎哎哎 没有事啊老少是好人 2019年他有个坏人 当然不论 但是主要主要是 这些就叫人情 大家曾经有个接触 或者这些反转车都很弱 就不能拿出来说 所以这件事我当时没有想清楚 你太忙了 但你又做了很多次直播 就是说一些不太多资料性的东西 不太heavy的东西 可以即场爆炸 或是四驱车 四驱车那天是早点录的 但来到现在 其实这件事已经发展到 不知道就很有趣 我昨天就做了一个比喻 就是说这件事的级数 是大致上就跟当日社记 和毓敏分裂 大概和萧生要接迷人网 那个level的层次 因为呢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呢 它不单是它小圈子内的事 而是各个范围的左中右都有人出声 譬如毓敏很明显就有很多仇家 他一同社记分裂的时候 一大堆那些 你说左胶 什么都好 那些一起围攻毓敏 但当时网人 其实人数不是那么多 那去到萧生的级数又多了 就是仇家 简单来说 仇家又多了 又一起去攻击他 那我就说 其实这两件事 虽然都是私远事 其实本质上都是私远事 但是他也有些公共性 扔着 譬如毓敏和萧生分手 那萧生也有个理由 因为他支持暴力 所以我就要跟他分割裂 其他那些利益的事就不跟你说 为此骂了我们一餐 还说我们公开在这个 骂你 骂我 我客观说 萧生是不减骂我 骂我 他会当我是外人 但是他会当你是瘦身的自己 虽然不是他出钱给你 不是他出钱给我 但是他当我是妹仔 所以他这样谴责了我一次 然后去到这一次呢 又很有趣 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 就是原来柳西林的仇好真的这么多 我知道他多 但是我没想到他多到这样 而且各人都拼了一个拼图出来 我觉得 譬如去到老徐 再说他和他那间私人的生意上的来往 我想问 这里去到收费没有 没有去到 那些盗浴的案子 因为这些都是大家都知道的 不不不不 因为我有些事情 是不可以在免费环节讲的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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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到了收费之后 我才讲的 你可以继续讲到没问题 我继续讲到老徐那一部分 讲到老徐那一部分 我就开始觉得很刺臣相识 就真的很似 好像萧生以前和一些人分手的时候 其实背后又有很多生意上的糾纷 林宇阳 林宇阳 即是你觉得徐少驾是等同于林宇阳 或者 其实徐少驾是 不是林宇阳是等同于探长 是探长 不是探长 老欣和他有些像徐少驾 老欣和他有些像徐少驾 有些像徐少驾 有些生意上的糾纷 但是老欣到现在都还没有打脸 没有公开打脸 他们在台湾都还可以揽头揽头 还可以揽头揽头 这个我很佩服老欣 但是他身边的人全部都 你想想想很像的 两个都白发瘡瘡 果然是萧生的接班人 其实那个面型有点像 然后大家都谦谦君子 基本上是 你问我真的很像 城寨版老欣 所以我就觉得感觉很像 那邝永圈呢 就是萧太 我说得很远 萧太好些 萧太好很多 我不知道性格上 但萧太对外 一定没有邝永圈那么霸 而且萧太不会理 萧生的网台业务 应该找另一个女性 跟邝永圈拉似 知道是谁 萧太好 萧姓的 萧姓的 萧妹 萧妹 我说了 我怕你 难道是出律师信局 救我吗 很远 我明白你为什么说复制 因为很多人都可以对到 对到的形象 很有趣 我觉得他除了生意手法 那你是否想说 呂王是圆未明 真的有点像 两个都这么漂亮 但是 我就是想说 这些生意争拗 老徐就很特地 杀了解释 也不是杀了解释 他就以示公正 我跟他有这样的思愿 不过这些都反映到他人家 你真的觉得这么天真 他摆了明就是借机 就是说一些很想说的东西 这个当然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是对的 我觉得其实他不用怕丑 因为 他不是怕丑 你想想他说得对的 如果没有这件事我说出来 就是活埋了 你一定要有这个时机 说才是有意思的 我想不到如果他不在这个时刻说 他还可以等几时说 其实你没有留意 探长一直都有说流伤这些东西 结果就是只有千多人听 就是个个都觉得他鬼 搞乱当 麻烦有 是啊 是啊 所以就一肚冤屈 其实我都不太明白 就是这么惨 就是 你去 还有一个点要说完 就是你不觉得她们 刘世良 或者其他那些 不知道知名的 评论KOL 身边的那些女人 全部都有这个 不知道这么巧 都很有这个 控制的欲望 或者是很好战 或者是 评论KOL 其实我们知道 我要说一件事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就是当年 我们跟刘世良吃过一次饭 是的 我当然记得 那一刻其实 你 不知道 不要紧我说完 你自己再剪 其实很多东西可以值得说 刘世良 当然是有上过来 跟老少吃饭 那 还要那次吃饭 其实是和头酒 和头酒 因为那时候 老少是跟刘世良那边反面 但我忘记了什么原因 是否因为 可能在节目中 不知为何 我忘记是选举还是什么 总之反面 我可以告诉你 很可笑 那一刻 刘世良上来的时候 整张桌 我们坐在那张大桌 有周博言 又有郭榮圈 又有我 老少 我探了 我忘记是否在 但大家都是不 很可笑的 我真的想认 但这期认真的很可笑 就是柴仔 我负责搞解 因为我认识了 因为我认识了 刘世良 不是 我以前有看过刘世良的讨论 我说 以前你在三联做过讨论 我有听过 我和他有一些 普通认识的人 因为大家都有中大历史系 那就讲一下中大历史系 那慢慢 这件事就开始欢容了 开始讲到 还有一个背景 就是当时 他们已经跟D100反了面 老少想处理他们 是吗 原来这样 他有这样的目的 就是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和头走之外 又想续决他们 因为他们快要走 他可能当时不知道 刘世良要另开一个网台 是 但anyway 他可能刘世良觉得 是可以谈谈的 或者将来怎么合作 总之我觉得 可能是有谈合作的事 但是 完全你感觉到 是想摆和头走 是 起初大家笑我下面 没有东西 是 然后我就开始 刘世良的 搞了气氛 然后慢慢就 大家就开始 现在就开始 我还记得 周博言 很重 是的 很形众 之后就开始 互相聊聊 我记得其中一天 好像有很多东西 是的 大家就开始 活乐 然后就伸出橄楼树 塞到刘世良那边 那边 不如我们试试做个节目 因为老少接着录音 那便邀请了刘世良 进来做了一节节目 我不记得是一节 还是两节的 但是做完之后 我觉得整件事 就欢容了 我还记得我当时 应该是我说的 就跟康卫言圈 和刘世良说 其实呢 现在呢 你们搞YouTube 可以有这个广告 其实是 数量都不小 那他们都更好 原来在YouTube 搞直播 有钱的 可以用什么方式 我印象很深 就是因为 完全搞不大八 无端上来吃饭 接着吃饭 大家不能出声 大概吃了一小时 大家互相欢容 然后我就邀请刘世良 进去做节目 然后整件事 好像大家就和睦了 充满欢乐的气氛 没有欢乐的气氛 只不过大家换和了 就是 你完全感觉到 就是 你当我们现在 跟赵高吃饭 差不多 但是你怎么搞气氛 我都不想和他说话 但anyway 意思就是 本身气氛很形重 但是慢慢就 这个真的是我们 和刘世良的一个回忆 是 还有还有一个 我想说 我的视觉就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坐我旁边的 是 就是郝永圈 是 不知为何调到暖了 大家可能礼貌上 大家卡拉卡拉 是吗?我又不知道 不知了 总之我不知 为何我旁边坐了郝永圈 其实呢 我当时有些不舒服 是 是 因为他从头到尾 他的眼神 或者语气 是很不舍的 是 是很不舍的 那这个不舍呢 已经显露在他的样子上 是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哎呀 我和你其实都一样 我有点搞气氛 说一下小孩 譬如 我有小时候买你一本书 卡口卡政治 我真的有 当然 喂 喂 那他老婆呢 在旁边呢 完全是 嗯 不知了 就是这个样子 真是比受惠 对 不好意思 你以后是不是要开过 飞笨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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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重要的女性 在网台界的女性 都说一次 你真的很害怕 那他的气量呢 所以我其实见到 郝永圈这样的样子 我已经知道其实是谈不成 谈不成 就是我有种这样的预感 当时 是啊 你也说得对的 都是有些bad cop 是good cop 是的 那刘世良就是good cop 是呀 郝永圈就是bad cop 我觉得很多社运的女性 都是做了这个 还有他是 拿着数 是啊 就是他说不行 你刘世良说什么都没问题 无用 还有你所说的 他怎会under 烧山 是啊 他离开大班 当然是想自己拿棋 是的 这个我觉得 一开始就没有了 但是只不过 起码大家解开了某些的心结 那叫做fan化 所以为什么后来才那么短 就是其实这件事没有多久 我们就被警告说 可能会收律师信 是什么 是之后发生的 是啊 我想那时候 不是大家都相见深呼 不是很fan 起碼是相见深呼 然后你就说 把律师信给我们 不小气 不 那说回一件事 不过我们讲的前因是有趣的 那我们讲一件事 是不是应该进入收费 我不知道 你自己继续 可能再继续早些都不行 你自己继续 当是进入 我们不理 总之哪里继续 不是 好了 如果想收听完整内容的朋友 欢迎订阅 《无神论者的巴别塔》 或者《Soho News》 Patreon 里面的指定计划 这个政坛风云系列 我们会持续更新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